鸦片战争之后啊 中国就没少接受炮火的洗礼 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台湾 中国竟然被这么一个弹丸小国给欺负了 不仅损失了琉球岛 而且还要赔给日本一笔巨款 这场战争啊 让清廷意识到中国海防的薄弱 以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呈上了一份奏折 强调必须加强海防 重点提出要练兵 引进新式武器 多造船这样的策略 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啊 承奏海洋水师章程 请求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 分别的守卫北海东海和南海三面海域 而李鸿章呢 更是承奏了一篇万言书啊 叫仇役海防哲 调分履息 说中国江海门户打开 敌人可以随便出入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只有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才能确保江海门户的安全 如果李鸿章只是建议加强海防的话 倒不会引起太多的争执 关键的是他还说自古以来啊 蜻蜓一直重视西北的边防 但是现在那形势发生改变了 政府应该更加重视海防 那李鸿章的本意啊 就是说政府啊 应该把海防当成头等大事 至于说西北边防啊 相对比来海防来说没那么重要 并不是他不重要 而是相对比来说 相对不是那么的重要 李鸿章还抱怨说西北啊 即使平安无事 每年呢还耗费三百多万两银子呢 还不知道呢 当时新疆问题很严重 俄国军队呢已经侵入伊犁了 左宗棠那边一听说 李鸿章建议暂缓西征 立马就跳起来了 左宗棠当时啊 是陕甘总督 主持西北的防务 如果蜻蜓采纳李鸿章的建议 必定会削减西北的军费 左宗棠立即上了一道奏章 海防固然重要 塞防也很重要 两者不可偏废 新疆是一定要收腹地 蜻蜓经过反复考量呢 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 海防和边防并重 一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督办新疆事务 一面呢 又让李鸿章啊 办理北洋海防事务 沈宝珍呢 办理南洋海防事务 当时啊 这蜻蜓的财政呢 是比较拮据的 最后不得不放弃 同时建立三支海军的打算 决定啊 先打造北洋海军 李鸿章呢 着手建立北洋海军之后呢 建议朝廷购买外国战舰 蜻蜓没办法啊 只好在国外购买了46艘战舰 此外呢 福州船政局啊 和江南制造局也造了23艘小型的舰船 到了1885年的10月份呢 清廷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那1888年海军衙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 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 刘英的海军人才林太增 刘步禅为总兵 除了北洋舰队之外呢 清廷啊 也在陆续建立着广东啊 福建啊 南洋啊三支海军舰队 清朝的时候啊 新疆动乱非常的频繁 1864年 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 整个新疆啊 陷入了动乱和割据之中 1865年呢 浩瀚韩国 在英国的支持下 派遣大将阿古白入侵新疆 阿古白进入新疆之后呢 先后呢 剿灭了新疆的割据势力 自封为洪福之王 之后呢 阿古白又攻占了吐鲁番 翻越天山之后啊 又占领了乌鲁木齐 阿古白呢 还和英国 俄国勾结起来 1874年 趁阿古白北进之际啊 沙俄入侵伊丽 并且放话说 伊丽永远归俄国管辖了 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受命收复新疆的 当时啊 左宗棠已经六十多岁了 而且身体还不好 有病 左宗棠呢 是一战神呢 国家有战士 哪能因为自己生病了而退死 1876年 左宗棠率领三陆清军向新疆进发 进入新疆之后 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 缓进速战的战略 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 然后呢 又开始攻打吐鲁番 要说这战神出手 是不同凡响啊 不到半年的时间 左宗棠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地区 进入南疆之后呢 左宗棠号召新疆各族人民拿起武器 共同进击侵略者 1877年呢 阿古百被左宗棠打败了 兵败身亡啊 1878年的左宗棠又收复了和田 处决了勾结外敌的金向音 至此呢 除了伊犁之外 新疆全境已经收复了 晚清史啊 我们提到的时候都会这么说 说是一段什么呢 叫屈辱史 一点都没错 但是左宗棠这个西征这个行为 这个做法 那总算是给蜻蜓打了一针强心针 兴奋剂啊 因为这赢了 第一次这个赢了 可以说是西方列强啊 因为他对方是 一个是俄国 另外一个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之下嘛 而且左宗棠还收复了新疆 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左宗棠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用兵 还有就是因为他有一股 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出征的时候啊 左宗棠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 由此可见 他呀战死沙场的决心 左宗棠啊 很清楚 征途还没有完 新疆还有一座孤城等着他收复 这个时候 左宗棠面对的是俄国人 左宗棠开始整顿兵马 指挥三军再出御门关 将大军部署在哈密 准备呢 跟俄国人大战一场 俄国当时啊 正在克里米亚作战 看到左宗棠兵临伊犁城下 觉得这要是跟左宗棠硬干呢 可能讨不着好处 左宗棠军队的锐气呢 沙俄是亲眼瞧见了的 那事到如今呢 他们觉得这晚上还是谈判比较好 1878年呢 清廷派遣利部右侍郎重后 潜伏伊犁和俄国谈判 这重后啊 根本不是谈判的量 脑子不够使的 在狡猾的俄国人面前 他是一再的被愚弄 在第二年呢 和俄国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 那么根据这个条约啊 清廷需要赔偿俄国500万两白银 并且将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土地 割让给俄国 允许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经商 并且还全部免税 还必须允许俄国人经过新疆 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通商 你说这条约 这是什么平等条约吗 这个条约签订之后啊 清廷上下是一片沸腾 慈禧一怒之下 把从后革职查办 刑部判定为斩监后啊 随后清廷召会俄国 说从后啊 没有权力签订这条约啊 条约无效 清廷决定另派代表和俄国谈判 这一次派遣的呢 是曾国藩的次子郑继泽 把清廷一面让曾继泽去谈判 一面的让左宗棠调兵备战 俄国人这边 好不容易忽悠重厚 签订了教授毅力条约 听说清廷宣布条约作废了 顿时恼羞成怒啊 俄国公使闯进总理衙门 对着清廷的官员就叫嚣 你们敢撕毁条约 我们就懂武 到1880年呢 曾继泽抵达了俄国 双方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谈判 俄国代表坚诚 条约是不能作废的 不仅不能作废 沿海地方啊作为通商港口 还要清廷增加赔偿 否则咱们就战场上见 那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呢 俄国开始向伊犁增兵 还在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 曾继泽呀 在出发之前 李鸿长就叮嘱他 说通商这个事啊 这都好商量啊 但是领土一定要保全 曾继泽毕竟是曾国藩的儿子 虎父无犬子 经过半年艰辛的谈判 1881年 双方签订了伊犁条约 那么根据新条约 中国收复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的 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俄国商人呢 可以在新疆自由贸易 不需要缴税 此外呢 给俄国赔偿500多万两白银 虽然说这个条约 也不是什么平等条约 但是相比上一个条约 那就要好得多了 在中国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下 能够争取到这样的利益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苛求曾继泽呀 谈判毕竟还是得用国力来说话呀 伊犁条约签订之后 清军入住伊犁 左宗棠担心新疆会再次出乱子 奏请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 受闪甘总督节制 在左宗棠和刘锦棠的努力之下 新疆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 西北战事才刚刚平息 东南沿海一带战火又起 1883年 法国入侵越南 中国也介入了这场战争 左宗棠 曾继泽 张之洞 这些军事能力比较强的人 纷纷主张对法作战 可是李鸿章却倾向于求和 清廷高层 逐一一直没拿定 一方面派遣军队进入越南 另一方面再三叮嘱 千万不能主动袭击法国军队 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 是大大的削弱了前方将士的士气 战争一开始 清军就全面溃败 最后慈禧罢免了公秦王 让李鸿章跟法国人谈判 李鸿章在天津 跟法国人签订了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 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承诺撤回边境上的清军 详细的条款 是由曾国权和法国代表谈判的 中法双方谈判的时候 法军却很不安分 屡屡在中越边境上滋事 随后法军准备由海陆进攻福州 在福州马尾海域 中国海军第一次和法军展开的激战 马尾港是位于福建福州东南 福州造船厂就在这个港口里 马尾港是一个河港 四面环山 水很深 可以停泊战舰 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港口 到处都是炮台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 孤拔呢 居然呢 将舰队驶入了马尾港 还声称自己啊 玩过来旅游的 你要脸不要脸 当时呢 蜻蜓有一个政策 就是不可以对列强 轻起战端 所以福建海疆大臣张佩伦 和敏浙总督和景 非但没有阻止 孤拔 还盛情款待了法国海军 仿佛说500年前 他们都是一家子 1884年8月22号 法国政府电告古巴 让他歼灭中国福建水师 古巴准备第二天下午开战 就在这节骨眼上 福建海军很多官兵上述李鸿章 请求派遣北洋水师来赠援 李鸿章是主张求和的呀 下令福建海军不要抵抗 8月23号上午8点 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草泰 向何如张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让福建海军立马撤出马尾港 否则就开战 何如张接到法国人的通牒之后 不仅没有备战 反而请求法国人宽限几日 没想到这姑把说到做到 当天下午就炮轰马尾港了 福建海军虽然是备战不足 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反击 战斗持续的时间很短 仅仅半个小时就分出了胜负 福建舰队的11艘舰艇 全部被击沉 伤亡是700多人 法军方面 两艘鱼雷艇受重创 死伤30多人 第二天法军将马尾港的造船厂摧毁 之后又将马尾港两岸的炮台给击毁了 马尾海战是中国创建海军以来第一次作战 没想到开门黑居然全被法国给吃掉了 战后 蜻蜓认识到了法国人的真面目 不得不在8月26号对法军宣战 并且派遣陆军进入越南 准备和法军同时展开陆战和海战 在海上战场 法国舰队进攻台湾 占据了基隆 台湾巡抚流明船兵力不足 在淡水一带坚守 法军尽管占领了基隆 但是也没法再往前推进了 他们不断侵犯台北 并且骚扰浙江沿海 中国军队也不是彻底就吃素 不好惹 他们奋起反击 让法军南进咫尺 在攻打昭宝山炮台的战斗中 孤拔的坐舰被击中 孤拔本人也身受重伤 不久就嘎呗了 在中越边境地带呢 中越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交火 1884年年底 越南军将领刘永福 配合清军将宣光城中的法军 围困了三个多月 法军在陷入绝境的时候 援兵赶到了 对驻扎在亮山的清军发动了进攻 当时指挥清军的是 广西巡抚潘顶新 他一看法军来时很凶猛啊 于是就下令后撤 法军就这么着轻松地占领了 广西的门户镇南关 占领镇南关之后呢 法军还在关前废墟上面竖起了一幕牌 上面写着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 潘顶新抵抗不力 清廷隔去了他的巡抚之职 任命年近七十的冯子才取代他 这冯子才啊 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 他到广西之后积极备战 挖掘防御攻势 3月23号 法军兵分三路进攻清军基地 在冯子才的指挥之下 清军是作战勇猛啊 成功地击败了法军 第二天呢 法军再次猛攻清军基地 冯子才亲临长墙 对将士们说 如果再让法军入关 我们有什么面目回去见家乡父老啊 说完冯子才 手持长矛跳出了长墙 和法军展开了肉搏战 清军上下一看嘛 主帅都这么英勇 我们还在这猫战 那是个什么爷们 啪 拿起大刀就冲上去了 法军万万没料到啊 以前跟个猫似的 这清军这么大英勇啊 真一下子可抵挡不住 纷纷愧退啊 就这么然 冯子才取得了镇南关大街 随后冯子才又乘胜出击 收复了亮山 亮山在一仗 清军是击毙了法军一千多人呢 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粮草 这是法国在侵略越南和中国以来 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 清军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首先得感谢冯子才这样 铁骨铮铮的爱国将领 所以说不是说武器落后 就一定打不赢 你首先这个将领 你得是个爷们 镇南关大街之后 李鸿章立即以辞为筹码 让法国回到谈判桌上来 双方签订了对中国不平等的中法信约 当时很多人都很气愤的 说法国不胜而胜 中国是不败而败 我们下期会的观伞统 是不败而败了 是不败而败而败的